屏東縣春日鄉四文村的前山連外道路 因為路程短 當地族人經常使用 但風災期間 這條路就成為危險道路 因此公所向約明慧提出 特色道路補助計畫 道路改善工程 終於在五月底完工 經過這次的整修以後 我想前山的路 應該在這次迅期會更安全 讓鄉親能夠前往四文 能夠更方便 這項工程計畫 主動在兩處抑制災路段 包括路面拓寬以及擋土牆的整治 有族人滿意改善的成果 但也有族人認為仍有不足地方 之前這個路怎麼樣 沒有那麼好 現在很好走 現在很好走 不如再整理 還需要再改善 等風災的時候 還是會 還是會一些地方會沒辦法走 前山道路改善之後 加上後山道路 四文村已有兩條暢通的連外道路 讓當地族人仍然期盼 平一四六香道可以早日修建 平能夠在今年的迅期後 能夠開始動工 那預計呢 它能不能在明年年底前 把這條平一四六線 全部的在修工程都完成 四文村美育風災 就要擔心道路安全問題 公所希望 前山道路的整建 可以讓族人多一份安心 平日新聞霸浪 平農春日長不到 熬炼